Raid TV 大家見過了嗎?今天帶大家來這個 哇!這個杯字有點模糊掉了 哇!兩杯都模糊掉了 它這邊是寫著聖略新春 那我再看啊 這邊應該是以前的建村 因為建村它沒有拆掉 它反而把它修建成這種 稍微修散之後 把它改成一個景點這樣子 然後它最近的名字呢 剛剛是新舊的新嘛 然後它現在把它改成這個 聖略變成新興的新 而且聖略新春 這個範圍還蠻大的 這邊有地圖我帶各位看一下 我剛剛騎過來的過程中 它周遭的點還蠻多的 它基本上就是從火車站這邊過來 然後就是沿著它中山路的左側兩邊 都是這個範圍裡面還蠻多 好喘 我剛剛騎P-Bike過來了 我覺得P-Bike好像沒有很好騎的感覺 這邊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有吃的啊有玩的啊 有一些文章的東西都有在裡面 聽說這是最近蠻夯的一個景點的 剛剛在那個門的後面啊 其實他們的服務中 其實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去這邊做詢問 然後走過來呢 這邊就是他們的廁所 然後呢這邊就是P-Bike的都界站 然後走過來還沒有都有 那我們就一步一步這樣慢慢逛過去吧 這個公仔還蠻可愛的耶 它體質的一個空服便當 蠻可愛的 這個啊 這是真的是 是真的耶 我剛剛以為是假的 它是真的長在這個牆壁上的植物 然後爬滿了整個長臂 好這經過修剪的系列蠻好看的耶 OK那我們再去逛一下吧 這邊呢算是一個小型的廣場 讓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上山步 然後這邊 它又是這隻可愛的 這次呢是牽著一隻狗 還真的蠻可愛的耶 那我們就從這個永聖像這邊寫個 聖地新鮮的永聖像這邊寫個 一邊開始走過來 那這樣走過去 那不過可惜的是啊 這可能某些店家 因為今天是平常日 平常日嘛 某些店家可能平常日沒有開 只有開假日而已 那有些是全時間都有開的 那帶大家去看一下吧 這一家呢 感覺是賣藝術品的 我看一下 喔有了 這邊寫的 它這邊寫的 是寫伊士南邦好物商店 然後開的時間呢 是週一到週五 早上十一點到晚上八點 然後六日的話呢 是十一點到晚上九點 不過呢 這是屬於藝術品的東西 我們就附近拍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如果 來這邊有空的話 可以進去看一下 我們就繼續往後面走吧 啊 它裡面擺了一台 人力車 還不錯耶 然後呢 它這邊寫的 就是請提供本店消費的人啊 拍照做實用 那呢 這邊有一家 叫做從人遺史 是指的是做吃的跟咖啡 可以坐在稍微休息一下 那這邊 裡面啊 能拍的一些東西 好像還蠻多的 然後大家看到人比較多的地方啊 這一家叫做木格工坊 它主要呢 是做一些手工的品件 然後呢 這邊過來啊 還有一間叫做一二一四咖啡餐酒館 這感覺不錯耶 但是它門口都另外一邊啊 然後就帶大家逛一下 然後這一家呢 喔 是一個旧居 然後是一個獨立的書店 然後店內呢 提供書及咖啡 然後還有不見其他文學講座 那低交呢 是一百塊 可以比書啊 飲料啊等等都可以 那開放時間呢 是週三到週日都可以喔 OK 這間是叫做永勝五號 張曉峰救機 往前走 又是這次喔 超可愛的 這次我不知道 等一下我可能回去查一下資料 這次不曉得叫什麼 它真的蠻可愛的 而且也蠻搞笑的感覺的 這次超可愛的 OK 我們現在主導到回來 這邊有開始有一些大樓了 然後呢 這邊也是他們的園區司機 那只是說有些部分啊 還是說整修整建 可能還沒有完全規劃好 因為那邊過去的人 就比較少一點的 那我那邊就不過去了 我們繼續逛這邊 因為它其實裡面這邊還蠻大的 我們就逛一下 把這邊逛完吧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上面寫著 欸 我不曉得是它以前就這樣子 還是後爾特加上去給它的 它這邊上面寫的是 聖地新村自治區的公告欄 那我覺得 上面這個應該是後爾特加上去的白板 黑板啊 還蠻可愛的 然後旁邊在桌幾個 動物的一個 學生跟老師的感覺 還不錯 OK 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走過來這邊之後呢 對面呢 是寫個眷村食堂 然後呢 繼續往這邊走 還蠻多個 不過好像這邊好像以獅子為主耶 文廠好像在另外一邊 這邊好像以獅類的東西為主要的一個 聚集的地方 他們的塗鴉都真的還蠻可愛的 這個貓頭鷹還蠻可愛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貓頭鷹 蠻可愛的 OK 那我們這樣大致啊 然後把前面這一區差不多供完了 走過一圈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我們好像這邊這邊來 這邊呢就是有一些 像旁邊有一個乖乖的一個跟它聯名吧 然後這邊呢是史努比聯名的這些東西 然後其他東西我們再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吧 因為這個 我覺得這個拍照點還不錯耶 這史努比 然後這個門啊 跟這個樹啊都還蠻好拍的 大家可以在這邊多拍幾張照片喔 我們今天走進去吧 那我們就先拍到不能拍為止 因為有些地方可能不讓人家拍 這邊就是史努比的一個展示 OK 裡面呢就不拍給大家看到 因為裡面就是他們販賣的一些周邊 留給大家自己慢慢去看播 可以又發現了這次超過來了 也是不一樣的表情動作 然後呢接下來這邊就是整個 關於史努比系列的 然後它包括連房子的外牆啊 都有把它 種成史努比整個系列 然後這邊有空地還有史努比的巴士 有空地給大家做拍照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巴士還蠻可愛的 這間都要來這邊拍照 因為我剛剛看啊 有人在這邊剛剛拍 好處好處動作還蠻可愛的 真的蠻適合拍照一個地方的 這家呢上面寫的是咖啡瓶 它外面做這個還蠻不錯的耶 如果說天氣啊不是很熱的話呢 如果可以坐在這邊下面喝咖啡 這個應該是相當不錯 感覺還蠻不賴的 感覺還蠻不賴的 然後這個樹啊 好大好高啊 趕緊往前走吧 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寵物美容 跟寵物精品的一個家店家 然後裡面有好多隻狗啊 然後外面呢它有做這些場地 我在猜應該是給 他們消費的這些寵物啊 跟客人啊 可以在那邊玩耍 感覺還不錯 接下來啊 乖乖 不過這些乖乖好像門關著耶 它好像是六日才開嗎 蠻可惜的 裡面應該是有賣那些周邊 可能會有這邊專門的限定的產品 我們走過去看一下 我們這樣看起來是門關著 我們走過去看一下吧 真的蠻可惜的 今天今天是沒有看 它這個門啊是關起來的 我就只能從外面拍給大家看喔 這邊啊都有這個彩色 這個人孔 欸 下水道蓋啊 我想說這個叫什麼蓋 這個也不是人孔蓋 就是下水道的蓋子 還蠻可愛的 哇 這個是他們路邊的一個小椅子 還蠻有熱氣感的 還蠻棒的 然後如果你是駕住來的話呢 可以搭他們這個 506A的這個下水道的公關公車 然後直接上都有停 然後你也可以啊 買一個一日券50塊 然後就可以無限搭乘 還蠻不錯的 這台公車停 然後就看很多人在那邊拍 感覺還不錯 那這個公車停啊 也 超有復復感的 沒錯 又是他了 又是這隻了 這隻呢 是拿著一個魚竿 釣竿啊 釣了一隻青蛙 這好像是 卡月蛋 聽說呢 旁邊也在炸雞蠻好吃的 不過它是三點才開 現在還沒三點 這一間啊 麵的話還蠻不錯的 它裡面啊 都蠻復古的 附了一層草皮 比較不會那麼熱 然後有那種 酒桶之類的桌子 然後還有一種 小時候超懷念 那種超小型的 這朋友做的那種遊戲機 這邊真的蠻多 蠻多可以拍的 然後這家飲料店 涼水灘呢 它是只有 五、六日才營業 好今天我先走了 就很多 蠻適合拍照的地方啦 那這可能就是 適合大家自己來逛一逛 哇 這台不知道什麼車 這家店叫做防空洞 主要是賣去均品的 這邊呢 這邊呢 有一家叫做 好想吃冰 跟好想蔬食 還蠻可愛的 然後旁邊呢 有一座 大雄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座大雄 還蠻可愛的 這邊過來呢 有一家叫做 天堂鳥咖啡 對面這邊呢 這一間是一家居酒屋 不過呢 現在是白天沒有開 要晚上才開 從這邊開始 就是吃著店家 然後就是沒有過去 大家看到一下 這邊呢 那也是類似像酒吧 或酒屋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人物空間 然後上面呢 有做那個 應該是假的啦 假的櫻花的感覺 還蠻適合大家好拍照的 最後就是大家看到這個 下面還擺一個打卡的 給大家做打卡這樣子 又是他的 超可愛的啊 這次是飛的書包 嗯? 那是給西嗎 OK 他以上呢 就是這一個 聖利新村 有沒有看到 聖利新村的一個 創意生活園區 因為 這邊他有很多啦 我就沒辦法一個一個去介紹完 因為我想趕時間 然後回去高雄那邊 所以不要慢口急 沒有全部逛完 建議大家可能留多一點時間 這邊可能 你如果要一個一個 這樣供的話 可能要將近一個下午 一個下午才可以慢慢逛得完 建議大家還是六日來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很多店啊 是六日才有開的 比較 平日有開的大概都是以食物的為主 然後有些是晚上才開的 比如那邊有些小酒吧啊 等等類的 晚上才開 晚上來這邊應該感覺蠻不錯的 因為這邊離火車站啊 非常的近 你要 我剛剛是騎腳踏車過來啊 那我現在試一下好了 我走路回去 應該不會多久啊 走路也很快的 然後呢 這個景點我覺得還不錯 推薦給大家 OK 那今天 這個聖利新村影片介紹到 準備囉 謝謝大家 雷 雷 雷